这特么的不是做梦 难道自己又要重生了 自己的媳妇怎么办 自己的闺女怎么办 在这个时代 别看仅仅是食堂的大师傅 这份工作也是非常稳定的 林浩 要不然你再想想在这里工作的事 干不干的有啥用 你都要跟我离婚了呢 你这人咋这么讨厌 以前的林浩很可恶 家里的事情啥啥都不管 成天只知道喝酒和耍钱 现在的林浩呢 虽然对自己和欣欣都很好 也变得有本事了 但是自己拿它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兄弟兄弟 晚饭咋操吃的 还是炖白菜 这边的肉汤吊着呢 用不着用那么大的油 切好的白菜在锅里边炒一下 肉汤往里一浇 肉片往里一下 开锅十分钟就开灶 厨师你还得抓紧哗啦 其实差不多的就行 回头再编个菜谱出来 大家伙也知道该吃啥 就有盘头了 忠听兄弟的 欣欣看看大爷给你带啥来了 糖这是啥 老胡啊 你这个可是太破费了 送给欣欣的两样小礼物 分别是20颗大白兔奶糖 和一袋一斤装的奶粉 放在后市 这都不算啥 林浩这也知道 大白兔奶糖啊 一斤怕是得两块五以上 还是有价无市 这个奶粉 怕是也得三块往上吧 人们习惯叫高干粉 在咱们这样的小弟姐 根本都不敢想 哎呀 这玩意都这么贵呀 欣欣可不敢说 有你俩啥事 这是给我大侄女的 平时肯定营养跟不上 喝点高干粉补一补 好吃 这个糖是真好吃 吃吧 我还得接着做饭呢 我不吃 你跟欣欣吃吧 那我就举着了 晚上的饭也都别吃了 林浩做菜 那就是非常认真的 后市有句话说得好 别看广告 看疗效 林浩兄弟 你咋就这么厉害呢 炖白菜吃多了 从来没吃过这个胃啊 哈哈 其实全在这一锅汤上 汤头的味族 白菜也不需要熬煮得太烂 这样的菜 就是香而不腻 等冬厨的时候 多咽点酸菜 到时候炖酸菜更香 水生书 你们咋还都过来了 好啊 你咋要 伤得重不 雅明说你出了好多的血 好啊 那个货太危险了 回头你就别干了 我找队上的人帮你干 放心 放心啊 就是皮外伤 睡一觉就好了 大家伙赶紧回去休息去 明天还得干活呢 接着拉酥脂 爸爸 你咋哭了啊 瞎说 爸爸才没哭呢 刚刚瞇眼睛啊 林浩也不在乎 反正媳妇必须是要再追到手的 现在才当开始嘛 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今天也着实累的不行 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后 他也是沉沉睡了过去 自己睡着了 还是没睡着啊 房间里咋还起屋了呢 等他看清楚的时候 这才发现自己是真的做梦呢 根本都不是自己的破房子 好像是在野地里 身边有着淡淡的雾围绕 还有铲铲水声传过去 听着这个水声 他晃了晃脑袋 脸上也布满惊骇 他想起来了 前天喝完酒也是听到了水声 口渴的他就寻了过去 没想到一头扎进了泉水里 然后就重生了 寻着水声走了两步 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泉眼 他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然后他又用力地掐了掐大腿 疼得他呲牙裂嘴 这特么的不是做梦 难道自己又要重生了 自己的媳妇怎么办 自己的闺女怎么办 爸爸 你咋跑星星的梦里来了 星星 你能看到爸爸 星星 你告诉爸爸 你经常做这个梦吗 一点都不好玩 都梦不到妈妈 星星 那你仔细想一想 有没有梦到爸爸在这里喝水啊 爸爸喝醉了 星星喊爸爸 爸爸都不离星星 现如今的零号脑壳是嗡嗡想通了 一切都想通了 自己的重生 怕是就跟这里和星星有关了 前任倒霉蛋的身体这么好 也不是他本来就好 而是因为眼前这眼泉 现在所处的地方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空间 眼前这些土地和这眼泉 是不是就相当于法宝一样 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 吃饱肚子都很成问题 种植这一块 绝对是比后世高科技更加给力啊 星星啊 这里的水很好喝 你尝尝 星星啊 这里是咱们俩玩的地方 可得保密 不能跟别人说 零号心里踏实了 然后就带着闺女在空间里溜达起来 空间的面积还真不是多大 也就是一亩地左右的大小 等有时间了 就把空间里好好开发一下 不过也得小心一些 爸爸 这里边是啥啊 其实他也很好奇来着 只不过每次想往里边走 都好像有着一层阻挡一样 带闺女又玩耍了一通 星年一转 又空间外边